北五祖 北五祖是全真道所遵奉的五位祖師 分別是東華帝君 黃元寶 正陽帝君 鍾離拳 順陽帝君 呂洞斌 海蟬帝君 劉海蟬 和重陽帝君 黃重陽 而創立全真道的就是黃重陽祖師 黃重陽祖師是南宋咸陽大藝村人 他本姓黃 明宗夫 自尹卿 他至少已經正統經史 又學習武術 曾經以武應史 考取武官 當祖師四十八歲的時候 他在這個金河鎮的一間酒館裏面 考遇到正陽祖師和純陽祖師 傳授他的甘丹口訣 後來就創立了全真道 黃重陽祖 相傳自兩位仙師離開了之後 重陽祖師就安頓好他的妻子和女兒 獨自去到中南山的南士村 經見了一場冒月 去修煉和居住 稱為活死人武 在大地的七年 重陽祖師出關 他手持著一個鐵盤沿途黑化 直至到山東的寧海 修馬玉為土 興建了一座道觀 命名為全真陰 而自此 全真道就是廣為人之力 而北五祖之首就是黃元璞祖師 黃元璞祖師本名是黃城 自元璞 他出生於戰國時期 根據記載 他在天仙東皇宮所降生 所以又稱他為東華帝君 根據今年正宗記的記載 東華帝君他得到白雲上征的真傳 後來退居於崑崙山的煙霞洞 傳說他雖然在人間數百年 但是容顏就沒有老去 他又曾經在鍾南山的營陽洞 傳授長身真訣 甘丹火候 青龍劍法 被鍾離拳 弘揚發膠 全真之道可以說是由此開始的 所以後人也稱他為全真第一組